在陳慶湖棒球場 台岡雄英和統一7-11師隊 三連戰的最後一回合 猛師打線 開路先鋒邱志成 一開始上來就安打 為統一開啟了好的攻勢 兩處局之後 陳聰廷把握住機會 左外野的飛球落地 形成安打 幫助統一師這場比賽一開始就有進仗 取得1比0的領先 而二局下半 雄英找到反撲的機會 面對師隊先發郭俊麟 藍影輪 摩英和杜嘉明 串聯起來 三隻安打連續技 把攻勢打成滿壘的大好機會 比較可惜的是 雄英接下來沒能掌握到41棒 最後只靠著滾地球送回追平分 雙方回到1比1 不過五局下 台岡雄英重整旗鼓 再度向郭俊麟發起挑戰 包括王波榮總算擺脫近期低潮喬安打 這個半局 兩隻安打一個寶送 再度堆滿壘包 郭俊麟在一個人出局滿壘的時候被換下場 新俊昇接著被換上來拆炸彈 他先用三顆好球解決摩英 不過接著遭到了杜嘉明的狙擊 平飛球送到了右半邊落地 敲出他的單場第二隻安打 這一棒送回兩分 台岡這一次的滿壘沒有再錯過 取得3比1的領先優勢 而這天雄英先發江成燕主投6局 僅丟掉1局上的那1分 不過同一師打線利用換投7局上 展開了大局反撲 安打串聯一口氣追回2分 再度將戰局翻平來到了3比3 平手的僵局演變成加班打延長 突破僵局10局下半 同一師投手抽上 陳韻文遇到了大麻煩 被台岡無人出局攻佔上1 3壘 結果輪到了藍影羅的打擊 他敲出了單場的第二隻安打 挺身而出41級 這一棒一局打穿中線 也跟同一說再見 中場他們是以4比3擊敗的同一師 收下2連勝 電視篇 低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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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